我們這邊將來介紹 ASP.NET的MVC HTML Help 制定頁面輔助類別 那我們使用的是 Street Builder的方式 在MVC裡面呢 我們除了可以使用它原先所提供的 HTML Help這個頁面輔助類別 裡面提供的方法來幫助我們產生 在錶段裡面 會需要使用到的一些文字的輸入 框的標籤的元素外呢 那我們也可以去自己 去制定這個頁面輔助類別的這些方法 那我們可以達到我們針對某些程式 可以去做一些客製化的一些需求 那幫助我們可以快速的去套用 到某些的案例工作上面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這樣的翻例的操作 首先可以看到在畫面上面 有一張圖片 那這個圖片是我們使用制定的 那個輔助類別方法所產生出來的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網頁詩碼部分 在圖片的部分呢 它的TAC 它是一樣使用IMG 這種標準的圖片的這種標籤 那可以看到它裡面有提供這些 SRC 圖片路徑的屬性 那ALT 圖片的描述的屬性 還有TITLE 圖片標題的屬性 那後面這個也有一個結束的標籤符號 那這樣子是一個很完整的圖片的這個 標籤的那個內容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相關的程式碼 的散寫方式 我們開啟V就10D的編輯器 那我們看到Vue10資料夾底下有個Index的這個 檢視頁面檔我們把它開啟 OK 那我們這邊有提供一些 這個自訂頁面輔助類別HTML 使用Strikey Builder的方式的一些說明 大家可能再看一下 那我們看到這邊HTML的文件裡面呢 我們在Body的區段裡面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一個HTML 那IMG底線MD 就是這個方法是我們自己自訂的 就是頁面輔助類別的方法 那我們這邊有傳入的這個圖片的路徑 還有這個圖片的描述跟圖片的抬頭 這些參數進去 OK 那這個方法呢 是我們去建立一個類別 然後我們在那個類別上 那我們有放置的一個方法 但是這個方法我們去擴充的 就是HTML Help 行別的這個方法 來產生的這個HTML標籤的一個操作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我們所建立的這個類別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個HTML Help 使資料夾的HTML Help.cs 程式檔 我們開啟 那這邊的話呢 是我們所自訂的類別 那這個類別必須要注意的是說 它必須要是一個靜態類別 那我們在類別裡面 也有建立一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呢 是靜態的方法 那這個就必須要是靜態的 OK 那這個IMG、MD 就是我們自己所建立的這個 自訂的那個類別 那不同的是說 我們在參數這邊 就是要加入這個理事HTML Help 那這個就是去擴充這個HTML Help 這個Event輔助類別的方法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去 就可以去達到這個目的了 那後面的參數就 依照我們所需要的 去傳入我們的那個網址 圖片的網址 然後圖片的描述說明 跟圖片的標題的文字 好 那我們這邊 是採用就是Strip Builder 的方式 就是用這種物件呢 我們去建構出 組合出那個IMG 這個TAC所需要的這個 標籤的自竄 那我們這邊就是 去組合這個SRC 然後ALT等等抬頭 那組合出來的話 我們在Strip Builder 再把它傳回去原本的自竄 所以我們原本自竄 傳回來之後 那這邊的話就會可以看到 那我們因為 假如說我們不加這個的話 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原來不加的話 會變什麼樣子 原來如果不加的話呢 我們這邊 可以看到我們重新載入的時候 它會變成是這樣子 一般的就是已經被編碼過了 可以看到這個其實 已經被編碼過 所以我們為了讓它 不要被編碼過呢 那我們 這邊就是 重新在 頁面 檢視頁面這邊 我們要做了一個這個 讓它把這個 編碼過那個 重新再把它恢復成 沒有被編碼的狀態 所以 因為加了前面那一行呢 所以就會變成 這樣子的圖示 OK 那 這邊我們就介紹 如何制定 頁面輔助類別 HTML Help 那我們使用是 Strip Builder的方式 的這樣的操作 那我們就介紹到此 謝謝